你好 抖音出电脑版了 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我没有做节目向大家报告 直到今天有一个粉丝 在群里头突然讲 抖音出了电脑版 大家知道不知道 应该去尝试用一下子 我才意识到 这么好的东西 我怎么自己用了 没有向大家报告呢 今天我赶紧做这期节目 来向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电脑版好在什么地方 也许你在所在的区域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大陆你讲 我就刷手机非常方便 我为什么要用电脑 你别着急 我一会就让你相信 用电脑会更好一些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 让你爱上使用电脑的 抖音的电脑版 那更重大的意义是 相对于海外的用户 海外华人 他没有办法去 那么容易的去置换账号 然后翻墙回国内 去安装一个抖音的手机版 那这种人 这个抖音的电脑版 那意义就非常重大了 这部分人一定要速写得多 好好听 也许是改变你学习方法 和资料检索的 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些节目 好 闲话少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 大家看 这是抖音的电脑版 打开以后 iPhone如何解长图 普通人 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的 比如点击这个地方 带回首页 大家看 这个很帅 好 这个地方 网址是抖音.com 有的人就弄不清楚了 海外版 海外版的叫tiktok.com 不叫抖音 两个不同的产品 我们通常讲 这个是海外版抖音 这个叫tiktok 在国内的叫做抖音 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独立的应用 都不一样 我们只不过是习惯这样的讲 所以真正的标准的说法 应该是叫做tiktok这个app和抖音这个app 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tiktok.com早就有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新发布的抖音.com 这个东西 注意了 我现在在美国 我就是这样的通过互联网 就访问这个抖音.com 就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注册一个抖音号 你不知道去怎么安装 这个抖音在你的手机上面 你依然可以在抖音.com 你不注册的情况下 你可以访问抖音上面的所有的内容 那你可以访问什么 给你举例了 你想学检印 好了 在这里的搜索 检印教学 一搜索 你看出来这么多 注意了 接下来 就是讲那些刷手机的 我不需要电脑挡的 现在我给你看一下 搜索结果可以过滤 可以最新发布的 最多点赞的 发布的时间在一天一周 过半年内 这个是简单的过滤器 这没什么话好说的 那么注意 我点击 我想把这些东西快速浏览一下 好 我点击它播放它 那么还进入播放页面 注意看 这个地方 现在它播放的是这一个 我点击播放的时候它就会播放 你看 它播放了 那我一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一期干货不多 我想看下一期 这个地方有个箭头 我点击它 为什么到了 你看 马上播放第二个 第二个视频 好 在什么地方 它可以变速 你看 我可以两倍速播放 我可以快速浏览 我可以今天搜索一个 这个简音的某一个特定的功能 我可以快速浏览四五十个这个短篇 然后找到那个真正的讲解的好的 跟它学就可以了 那我两倍速度播放的这个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做知识检索的时候 这个就非常方便 手机上面展示没这个功能 没有倍速播放这个功能 这电脑上才有 那老胡当然比这个还厉害 我有倍速的倍速 你看我 这个我能 用能看的关键的素材加速 当我们选中素材 它就出现在这个位置 关键的素材 但是关键的素材 我还用一种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喜欢用这个抖音的电脑板 我能快速的检索 这个地方几十期搜索的结果里头 看看哪一个 你看它只是画中画的 这样一个播放方式 你看 我能快速的找到 我想要找的 所以把抖音 变成了一个学习的平台 这点是非常棒的 然后你也讲 我要写 我来看一下 看看老胡在这上面 有没有抖音号 搜索一下 果不其然 搜索视频 找到一些老胡的视频 用户 这就是我的抖音号 点击进去 老胡 这个抖音号 他关注了523个抖音号 他有4.7万粉丝 他有13.5的点赞 在这上面 有多少个视频 作品有400个作品 那么如果你是老胡的粉丝的话 你想 我想看看他这400个粉丝 是说什么东西 你点击他 然后开始播放 下一个 这一期我看看 这一期我看看 下一期 你在犹豫要不要出镜头 这期不错 这样出镜头的大象 我认真看看 这个问题有简吗 有 而且很简单 可以快速的浏览 一个抖音号 可以快速的进行资料的检索 你还可以 你如果是有注册了抖音号 你可以在这边发布视频 你视频的内容管理 全都有这些基本的功能 作为一个号的管理 你可以视频管理 你可以合集管理 可以创建 当然可以 可以维权 可以在这边进行粉丝管理 进行私信 评论 所有东西 基本动作都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人在海外 这个抖音 他老是更新这个版本号 每更新一次 你就要把这个 把这个苹果的 这个ID号 换成国内的再重新更新一次 特别麻烦 那么你就讲 我暂时这些功能 如果在电脑这个号上面 这个网站上面 都基本的 我就是创作 然后粉丝交流 然后这个评论管理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就足够了 省我大量的时间 你像我为什么用电脑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我用电脑版 因为我大量的是浏览的时间 我就有两倍的速度的话 我理论上 我一天刷两个小时 就相当于一般的情况 我刷了四个小时 我省两个小时出来了 但是 听我讲 但是现在这个抖音 这个电脑版 有唯一的一个局限 我现在要请大家帮忙 如果知道的人帮我一下子 你看他这个可以 可以进行什么 可以点赞 可以评论 可以分享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下载 我做这个 我看抖音 我的一个很标准的动作 看到好的 立刻就把它下载下来 那么现在这个电脑版没有 我只是在TikTok海外版的抖音 海外版的抖音里面 TikTok里头 这个地方有一个下载 因为这个是在浏览器的一个插件 我找到一个插件 可以下载海外版的抖音 这个东西我要是喜欢 我点击它 它立刻就给我下载 它下载 你看下载完了 就在做本地 这是一倍速度的播放 我现在这个地方是1.5倍 1.5倍量 1.5倍 我这个条数 所以这是我喜欢电脑版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地方 给我省时间 并且检索起来也方便 这一点 当你搜索结果的时候 你要一个个去看的是 在手机板上 效率就不是那么高 你要看一个再刷一下 它但是在电脑上面 还有鼠标的快捷键 非常方便 键盘的快捷键 用起来非常方便 但是现在唯一的 对于我的讲 这个电脑版的缺点 就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给我一个下载的地方 大家知道手机版 这个手机版本上面有一个下载 如果抖音号的作者 允许别人下载 可以下载 你看这个地方只有点赞 评论转发 没有一个下载 理论上来讲 应该会有人去下载 做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来下载 可能有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的观众里头 碰巧有人 这个知道 有一个插件 可以下载抖音版的 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够联系我 或者是在底下留言 告诉大家 这个 谷歌浏览器的插件 是什么 叫什么名字 我收了一下 我找了一下 是没找到 不过有的话 希望告诉大家 好 所以总结一下 抖音版的这一个电脑版 非常之强大 你可以发布视频 你可以管理你的视频 你可以创建管理 核集 然后恢复 评论 跟用户互动 等等这些东西 你还可以倍速播放 尤其是我们要像对待抖音 像对待YouTube一样 把它作为一个学习的利器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现在基本上 很多时候我会去搜索抖音 而不是搜索油管 尤其是跟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搜索抖音来的更快 有的人可能讲 抖音上大部分的东西 是一个浅知识 因为它很短 很快 每次都讲一点 我希望你给我讲一个 详细的简映的教学 20堂课 但是国内的这个简映 这个教学可能是30秒 30秒 你要善于学习 当你善于学习 当你善于搜索 指定的特定的问题 比如说简映画中画 或者简映动态字幕的时候 你能够问到这个准确问题 去搜索的时候 你只需要几十秒 就有答案 直接给你 不会像老胡的这个节目 弄个20分钟 所以其实简映 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它 会成为一个学习的利器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 当你把抖音当做一个学习的工具 而不是当做一个娱乐和消遣的 这样一个平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平台 其实是有很多视频 并不活 但是的确是提供了一个教学 或者学习这样一个价值 好 所以今天我这期节目就特别的给大家推荐 隆重推荐抖音这个平台 PC版 尤其是对于海外的作者 不是作者 海外的观众 这些人 他没有想到去抖音上面去做一个抖音号 因为要开创账号 要拿国内的朋友的身份证去验证等等 太啰嗦了 那么今天由于抖音电脑版的开放 就使得你可以访问这个平台 你完全不必登录 你用匿名状态下 在抖音.com进来就开始搜索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这样一个平台的内容 作为你自己的学习也好 娱乐也好 都很方便 好的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 再见